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树军的朋友陈阳 当男生接到爸爸的电话被催着相亲 于是找到身旁的陌生女孩假扮女友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喂 爸 爸 不是 我跟你说了 我不相亲 你不去相亲 我真不去相亲 我这有女朋友了 我相亲什么 我这有女朋友了 她现在就在我身边了 我这有女朋友了 她就在我旁边 你不信我让她给你听电话 你好 你听见了吧 她在笑 你好 你好 晚上你好 我说话好 行了 你别老问人家 你给人整害羞了 我来接着约会了 挺好的 行了 爸 人家害羞 你说那么多干啥 挂了 家里去想亲 不好意思 再不好意思 谢谢 喂 爸 怎么了 不是 我跟你说了 我不想亲 我有女朋友了 你怎么又给我安排 我不想亲 我有女朋友了 我还想什么亲 他就在我旁边 你要不亲的话 我把他给你打个电话 好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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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呀 你好 大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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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 叔叔 我俩在一块儿玩呢 三个月 行了 拜拜 你听了吧 你打扰我们俩玩呢 你说你是瞎了看什么 你打扰我了 人家害羞 不要说那么多干啥 挂了 谢谢 来个人 打扰 喂 爸 怎么了 你帮我拿着我 我跟你说了吗 我不相亲 我有女朋友了 这 不是 我真不想相亲 我真不能相亲 不是 我有对象 我有对象 我跟你说了 我有对象 对吗 我俩现在就在一块儿了 他就在我边上 他就在我边上 你要不信的话 我让他跟你说句话 你好 你好 什么 我爸 我爸 喂 你好 你好 他说了你好了 跟你打招呼了 行 行 就这样了 我俩还是约会呢 我俩还是约会呢 你好 好了 我俩还是约会呢 喂 你好 睡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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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回家 好 回家 行了 人家都跟你论好了 好吧 我们就刚才没有很久 所以不稳定嘛 所以就没有让他到我们的地方 好的好的就再见 谢谢 爸 你看你都给准开修了 你当我俩要贵 行 不好意思 没事 打扰了 好 谢谢不打扰了 不好意思 你已经被家里摧毁了 对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老虎就是中华民族穿透文化 我朋友说你和他都走一下一个拍照是前男人找醒的 是吗 哪一个我看看 这不是你们的账号 这不是你们的账号吗 这怎么认出来 我的天 我还想演个戏 我以为你真的被摧毁了 我还想糊弄一下 这么快就出现了 我们是大使区 我还能杀到过 好 谢谢 谢谢你的关注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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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点赞 半个月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